三是修持方法 假是念佛方法 既有真信切愿 当修念佛正行 以信愿为先导 念佛为正行 信愿行三 乃念佛法门中药 有心无信愿不能往生 有信愿无行亦不能往生 信愿行三 具足无缺 决定往生 得生与否 却由信愿之有无 品位高下 却由持民之深浅 言念佛正行者 各随自己身份而立 不可定之一法 如其身无事得 故当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行住坐卧 与莫动静 穿衣吃饭 大小便利 一切时 一切处 令此一句 鸿鸣圣号 不离心口 若灌树清静 衣冠整齐 及地方清洁 则或生或末 皆无不可 若睡眠 及裸露 早遇大小便时 即至 会屋不洁之处 只可默念 不宜出生 慕念功德一样 出生便不恭敬 无畏此等时处 念不得佛 须知此等时处 出不得生儿 又睡若出生 非为不恭 且知伤气 不可不知 虽则常识念佛 无有间断 须于 晨昭 向佛礼拜毕 先念阿弥陀佛经一遍 往生咒三遍壁 即念赞佛记 即阿弥陀佛身金色记 念记壁 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阿弥陀佛 随即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 或一千声或五百声 当围绕念 须从东至南至西北绕 为顺从为随喜 顺从有功德 西域最重为绕 此方亦于礼拜均行 若不便绕 或贵或坐或利皆可 念之江碧 归位念观音 世智 亲近大海众菩萨 各三称 然后念净土文 发愿回向往生 念净土文者 另一文意而发心也 若心不一文而发 则呈涂涉虚文 不得十亿仪 净土文毕 念三归一 礼拜而退 此为朝时功课 目亦如之 若于多多礼拜者 或在念佛归位之时 则拜佛若甘拜 九称菩萨 即坐九礼 礼弼 即发愿回向 或在功课念弼礼拜 随己之便 皆无不可 但须恳切至成 不可潦草粗帅 谱团不可过高 高则便不恭敬 若或事物多端 略无闲暇 当于尘昭灌树弼 有佛则礼拜三拜 正身合掌 念南无阿弥陀佛 尽一口气为一念 念之十口气 即念小净土文 或淡念 愿生西方净土中四句计 念弼礼佛三拜而退 若无佛 即向西问训 照上念法而念 此名十念法门 乃诵雌云颤主 为王臣证物繁具 无瑕修持者所立言 何以令尽一口气念 以众生心散 又无瑕专念 如此念时 借气设心 心自不散 然须随气长短 不可强使多念 强则伤气 又只可十念 不可二时三时 多亦伤气 以散心念佛 难得往生 此法能令心归一处 一心念佛 决定往生 念术虽少 功德颇深 极贤极盲 既各有法 及半贤半盲者 自可斟酌其坚 而为修持法子也 闭关专修敬业 当以念佛为正行 早课 仍照常念能言 大悲 十小咒 如能言咒不熟 不妨日日看本子念 即至熟念 再背念 晚课弥陀经 大忏悔 蒙山 亦须日日常念 此外念佛 以从朝至暮 行住坐卧常念 有利益规矩 招念一次 未念前 拜若干拜 先拜本师 释迦摩尼佛 三拜 次拜 阿弥陀佛 若干拜 再拜观音 世智 清静大海中 各三拜 再拜常住 十方一切诸佛 一切尊法 一切贤圣僧 三拜 即念佛 或一千声 或多或少 念弼 再拜若干拜 五前一次 五后一次 再歇一课 做晚课 初夜念蒙山 后念佛若干生 拜若干拜 发愿回向三规一 后心中默念佛号养习 卧时 只许心中默念 不可出生 出生则伤气 久则成病 虽是睡觉 心人 长存恭敬 只求心不外耻 念念与佛号相应 若或心起杂念 及时设心前念 杂念极灭 且不可 瞎打妄想 想得神通 得缘法 得名誉 想心自妙 若有此种念头 久久 避之琢磨 纵令心尽妄福 亦不可心生欢喜 对人自夸 有一分 就说有十分 此意琢磨之根 念佛之时 必须舍耳地听 一字一句 悟令空过 久而久之 身心皈依 听之异法 时念佛要法 无论何人 均有利无弊 功德甚深 不比观想等法 知法者则得意 不知法者 多受损也 如不知净土宗旨 当以意涵 辩父所说 生真信 发窃愿 至诚恳窃 念佛名号 勿用观心念法 当用摄心念法 能言经 大摄志菩萨说 都摄六根 静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念佛时 心中一根 要念得清清楚楚 口中舌根 要念得清清楚楚 耳中耳根 要听得清清楚楚 一舌耳三根 一摄于佛号 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 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 身也不会懒惰懈怠 名为 都摄六根 都摄六根而念 虽不能全无妄念 较比不赦者 则心中清净多疑 顾名敬念 敬念若能常常相继 无有间断 自可心归一处 浅之则得一心 深之则得三昧 三摩地 亦三昧之别米 此云正定 亦云正寿 正定者 心安住于佛号中 不负外持之位 正寿者 心所纳寿 为佛号功德之静缘 一切静缘 皆不可得已 有正定者 急躁双荣之位 正寿者 忘服真线之位 能真 都舍六根而念 决定业障消除 善根增长 不须关心 而心自清净明了 又何至心火上沿之病虎 如以其中之业力凡夫 忘用关心之法 故致如此 关心之法 乃教家修观之法 念佛之人 不甚何机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乃普批上中下 若胜若凡 一切积之无上妙法也 许之都舍 注重在听 即心中默念也要听 以心中起念 极有声像 自己耳 听自己心中之声 仍是明明了了 果能字字句句 听得清楚 则六根 通归于一 耳根一射 诸根 无由外持 竖可 素质 一心不乱 教笔修 别种观法 为最稳当 最省力 最气里 气机也 念佛之人 当 恭敬至成 字字句句 心里念得 清清楚楚 口里念得 清清楚楚 果能如是 纵不能完全 了无妄议 然亦不至过甚 多有 只图快 图多 随口 华读 故无效也 若能设心 方可 未为 真念佛人 大事至菩萨 以如子 一母为育 子心中 只念其母 其余之近 皆非 己心中事 故能 改应道交 修习净土 随分随利 其必 秉除万元 方能修持乎 譬如 孝子 思慈亲 阴人 思美女 随日用百忙中 此一念 故无时或忘也 修净土人 亦付如是 任凭日用分凡 绝不许 忘其佛念 则得其要仪 出生念 则可念六字 心中默念 字多难念 以念四字 从日至夜 睡着 则认他去 醒来 即接着念 以念佛 为自己本命原臣 绝不片时放时 恕可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 往生西方疑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在六道中 无业不造 若无心修行 反不觉得有此种 稀奇古怪之恶念 若发心修行 则此种念头 更加多些 此系 真妄相形而显 非从前无有 但不显而 此时当想 阿弥陀佛 在我面前 不敢有意 杂念妄想 智诚恳切 念佛圣好 或小声念 或默念 必须字字句句 心里念得清清楚楚 口里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 听得清清楚楚 能如此常念 则一切杂念 自然消灭仪 当杂念起时 格外提起 全副精神念佛 不许他在我心里作怪 果能如此常念 则异地自然清净 当杂念出起时 如一人与万人敌 不可稍有宽重之心 否则彼作我主 我受彼害矣 若拼命抵抗 彼当随我所转 即所谓转烦恼 为菩提也 如能常以如来 万得侯民极力抵抗 久而久之 心自清净 心清净矣 仍旧念不放松 则业障消而智慧开矣 且不可生急躁心 无论在家在安 必须静上和下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待人之劳 成人之美 静坐长思己过 闲谈不论人非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或小声念 或默念 除念佛外 不起别念 若或妄念一起 当下就要叫他消灭 常生惭愧心 急生忏悔心 纵有修持 总觉我功夫很浅 不自禁夸 只管自家 不管人家 只看好样子 不看坏样子 看一切人 皆是菩萨 唯我一人 时是凡夫 如果能 依我所说而行 决定可生 西方极乐世界 至于念佛 心难归一 当设心窃念 自能归一 设心之法 莫先于 致诚恳切 心不致诚 欲舍莫由 既致诚矣 由未纯一 当舍耳地听 无论出声莫念 皆须念从心起 生从口出 因从耳入 莫念 虽不动口 然异地之中 亦仍有口念之下 心口念得清清楚楚 耳根 听得清清楚楚 如是设心 妄念自习以 如或 有勇望波 即用十念技术 则全心力量 施予一声佛号 虽欲启望 力不辖极 此设心念佛之究竟妙法 在习红净土者 尚未谈及 以仁恩上吏 不须如此 便能归一故耳 光以心难制服 方是此法之妙 该 吕氏吕燕 非率而易说 便与天下后世 顿根者共之 令万修万人去耳 所谓十念技术者 当念佛时 从一句至十句 需念得分明 仍需记得分明 至十句 又需从一句至十句念 不可二时三时 随念随记 不可恰诸 唯凭心记 若十句 直记为难 或分为两气 则从一至五 从六至十 若又费力 当从一至三 从四至六 从七至十 做三气念 念得清楚 记得清楚 听得清楚 妄念 无处着脚 一心不乱 就当自得耳 须知 此之十念 与成招十念 舍望则同 用功大义 成招十念 经一口气为一念 不论佛数多少 此一一句佛为一念 比为成招十念即可 若二时三时 则伤弃成病 此则念一句佛 心知一句 念十句佛 心知十句 从一至十 从一至十 纵日念数万 皆如世纪 不但去忘 罪能养神 随快随慢 了无挚爱 从朝至暮 无不相宜 较比恰诸计数者 利益天书 彼则生劳而神动 此则生意而心安 但做事时 或难计数 则恳切执念 做事纪了 人父设心计数 则冲冲往来者 彭从与专注 一进之佛号中矣 大事至为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思为第一 利根则不虚论 如无辈之顿根 舍此实念 技术之法 与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大难大难 有须知 此设心念佛之法 乃极浅极深 极小极大之 不思义法 但当 养信佛言 切勿以己见不及 遂生疑惑 致多结善根 游资中丧 不能就近亲或实意 唯可哀也 恰诸念佛 唯仪行住二始 若静坐养神 有首动固 神不能安 久则受病 此实念技术 行住坐卧 皆无不移 设心念佛 为决定不义之道 而设心之法 为反文 最为第一 凡修敬业者 第一 必须延迟境界 第二 必须发菩提心 第三 必须具真信愿 既为诸法之机制 菩提心为修道之主帅 信愿为往生之前导 念佛法门 以信愿行三法为宗 以菩提心为根本 以誓心做佛 誓心是佛 为应该国海 果彻因缘之实意 以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为下手最切药之功夫 由舍而行 再能以四弘誓愿 长不离心 则心与佛合 心与道合 献生 集入圣流 临终 直登上品 数不负此生疑 追顶亦受病 大声小声 金刚莫念 随自己精神调停而用 何可死之一法 以致受病乎 随习不如静听 以随得不好 也会受病 静听不会受病 念佛闭目 易入昏尘 若不善用心或有魔境 但眼皮垂怜 即所谓如佛像之目染 则心 便尘前不浮动 易不生头火 如念佛 头上若有物 魔符 即牵制等 此系念佛时心朝上下 至心火上沿之下 若眼皮垂怜 即心向下向 则心火不上沿 此病 即消灭仪 且不可认此为功夫 又不可怕此为魔境 但至成设心而念 并想自身在莲花上 坐或立 一心享于 所坐立之莲花 则自可顿欲矣 学佛之人 一举一动 皆需留心 至于念佛 必须至成 或有时心中悲痛起来 此也是善根发现之下 且不可令其常常如事 否则必着悲魔 凡有失意时 不可过于欢喜 否则必着欢喜魔 念佛时 眼皮须垂下 不可提神过肾 以致心火上沿 或有头顶发痒 发痛等毛病 必须调停适中 大声念 不可过于致力 以防受病 恰诸念 能防懈怠 静坐时 切不可恰 恰则止动 而心不能定 久必受病 大念 见大佛 小念 见小佛 古德事云 大声念 则所见之佛身大 小声念 则所见之佛身小 亦可云 大心念 则所见之佛身大 以大菩提心念佛 则便可见 佛圣庙应身 或报身耳 感应之道 如壮中然 寇知大者 则大明 寇知小者 则小明 是没有小感 而大应者 乃素生修持之 功德所致也 念佛修持 如福耀然 能明教理 如备之病原 药性 卖理 再能服药 所谓 自利利他 善莫大应 若不能如是 但肯服 现代所致之 阿且陀药 亦可病欲 亦可以此药 令一切人 服以欲病 持取欲病 故不必 以备之病原 药性 卖理 为汉也 念佛之法 何可执定 古人历法 如药色中 具备药品 无人用法 需 乘量自己之精神气力 素习善根 或大或小 或金刚或末 巨无不可 昏尘 则不妨大声以退昏 散乱一人 若尝大声 必至受病 物道普通人 不可常如此 及极强健人 亦不可常如此 净土法门 绝无口传 新寿之事 任人于 经教著述中 自行领会 无不得者 当唐诵时 尚有 传佛心印之法 金则 只一历代原流而已 明知违法 亦太可怜 静宗绝无此事 来山尚不如 看书之有意 古人云 见面不如文明 其来与座下说者 仍是文超中化 岂定有特别奥妙之 密法乎 十余年前 与吴碧华书 莫云 有一秘诀 楷怯相告 结成尽敬 妙妙妙妙妙 信愿行三 为净土刚要 督赦六根 为念佛秘诀 知此二者 更不须再问人疑 如来福慧功德之香 慈悲 赦寿之光 树穷三计 横辩十方 普皆勋照 俱福凡夫 绝不闻见 如古梦者 当午过山坛林 了不知有 檀香日光也 躺生正信心 常念佛号 以如来万德鸿鸣 明勋佳批 则夜宵至朗 仗尽服从 自可随己分量 获得三昧而烧文件 或正无声而大文件 弃至以佛庄严而为庄严仪 监月妙真大师 记立此者 同染佛乡 同蒙佛光 其体此四字 并以拔告来辙 若凭空造楼阁 望说圣境界 其犯大望语界 乃未得未得 未正未正 其罪甚于杀到银 百千万亿倍 其人若不利颤 一气不来 极堕阿比地狱 以其能坏乱佛法 一物众生故也 辱窃须慎重 所见之境有一分 不可说一分一 亦不可说久离久 过说亦罪过 少说亦不可 何以故 以知识为得他心道也 但能以所言为断耳 此种境界 向知识说 为证明邪正是非 则无过 若不为证明 为欲自眩亦有过 若向一切人说 则有过 除求知识证明外 据说不得 说之 则以后便永不能 得此圣境界 此修行人第一大观 而台教中屡言之 所以近来修行者 多多琢磨 皆由已造妄心 祭圣境界 悟到其境是魔 即其境的是圣境 一生贪着欢喜等心 则便受损不受意义 况其境未必的确是圣境乎 躺其人有涵养 无造妄心 无贪着心 见诸境界 直同未见 既不生欢喜贪着 又不生恐怖惊疑 悟到圣境现有意 即魔境现意有意 何以故 以不被魔转 即能尚禁锢 须知学道人 要视其大者 否则得小意 必受大损 误到此种境界 即真得武通 尚需置之度外 方可得漏尽通 若亦贪着 极难上进 或致退堕 不可不知 念佛之人 当存极得往生之心 若未到爆满 亦只可认缘 他客气欲生 若功夫成熟 则顾无爱 否则 执此求心 便成摩根 堂此妄念结成 莫解之团 则显不可言 禁报投诚 百无人 所应尊之道 面授取证 使戒经 所深喝之也 范网经后继云 既我着想者 不能生是法 灭受取证者 亦非下种处 但当 尽尽尽尘 求诉生 不当刻其定欲 即生 学到之人 心不可偏执 偏执 或致丧心病狂 则不为无益 而又害之疑 敬业若熟 今日即生更好 若未熟 即欲往生 便成压苗助长 尘口摩世一起 不但自己不能往生 且令无知 闲退信心 为念佛 有损无益 某人 即是阴见 则其害 是非浅显 其将决定刻其之心 改作为愿 肃罔之心 即不肃 义无所汗 但至成至尽 以其浸报 往生则可 无造望团结 致招摩世之祸 无论诵何经 持何咒 须念佛若甘生回向 方何修敬业之宗旨 念佛回向 不可偏废 回向即信愿之 发于口指 然回向 只宜于 叶克弊 即日中 念佛诵经 弊后行之 念佛 当从朝至暮 不间断 其心中 淡具怨生之念 即是常识回向 日用之中 所有一丝一毫之善 即诵经礼拜 种种善根 皆惜以此功德 回向往生 如是 则一切行门 皆为净土住行 犹如 拒众臣而成地 拒众流而成海 广大渊深 其谁能穷 然须发菩提心 誓愿度生 所有修持功德 谱为四恩三有法界 众生回向 则如火加油 如苗得语 既予一切众生 申结法源 速能成就自己 大成圣行 若不知此意 则是凡夫 二成自立之见 虽修妙行 感果卑劣已 回向发愿心 为以己念佛功德 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西皆往生西方 若有此心 功德无量 若只为己 一人念 则心量狭小 功德亦狭小宜 譬如一灯 指一灯之名 若肯转然 则百千万亿 无量无数灯 其名 盖不可欲移 而本灯 故无所损也 世人不知此意 故只知 自私自利 不愿人得其意 回向者 以己所修 念诵种种各功德 若认所作 则随得各种之人天福报 尽将所作得人天福报之音 回转归向于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以作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 以至将来就尽成佛之果 不使值得人天之福而已 又一回字 便见其有决定 不随事情之意 用一相字 便见其有决定 既望出世之方 所谓回因相果 回是相礼 回自相他也 所作功德 人天因也 回而向涅槃之果 所作功德 生灭是也 回而向不生不灭之 十相妙礼 所作功德 原属自行 回而向法界一切众生 即发愿立事决定所趋之 名词尔 有三种意 一 回向真如实际 心心气和 此即回是相礼之意 二 回向佛果不提 念念圆满 此即回因相果之意 三 回向法界众生 同生净土 此即回自相他之意 回向之意 大一在 回向之法 虽不一 然必以回向净土 为唯一不二之最妙法 以其余大愿 不生净土 美难成就 若生净土 无愿不成 以此之故 凡一切所作功德 即别有所其 以必须诱父回向净土也 发愿 当于招募念佛弊时 晨招实念 以先念佛后发愿 或用小净土文 若身心有瑕 以用 廉池大师心定净土文 即棘手西方安乐国之 一篇长文 在禅门日诵 此文 此理周到 为古精怪 须知发愿读文 乃令依文发愿耳 非以读文一变 即为发愿也 观世音菩萨 于网节中 久已成佛 好正法明 但以慈悲心切 虽则安住长吉光土 而复垂行时报 方便 同居三世 虽则常现佛身 而复普现菩萨 圆觉 声闻 即人天六道之身 虽则常识弥陀 而复普于十方 无尽法界 普现自身 所谓但有利益 无不兴崇 以和身得度者 即现和身而为说法 普陀山者 乃菩萨应急之处 欲令众生投诚有地 势机此山 其菩萨 为在普陀 不在他处乎 一月立天 万川影线 极小 而一勺一滴水中 各个阶线全月 若水昏而动 则月影 便不分明仪 众生之心如水 若一心专念菩萨 菩萨急于念识 便令明显获益 若心不制成 不专一 则便难蒙救护仪 此意甚深 当看印光文超中 十印普多山秩序自知 明观世音者 以菩萨 因忠由观文性 而正缘通 果上由观众生 称明之 因生而施旧祸 顾名为观世音也 普门者 以菩萨道大无方 普遂一切众生根性 令其旧路还家 不独立一门 如事病有千般 则药有万品 不执定义法 随于彼之所谜 即彼之异物处 而典是之 如六根 六臣 六世 七大 各个皆可 获正缘通 已故法法头头 皆为出生死 成正觉之门 故名 普门也 若菩萨 围在南海 则不足以 为普遗 观音大事 于无量节 九成佛道 唯度众生 不离极光 现菩萨身 又赴普印群姬 垂行六道 以三十二印 十四无畏 四不思义 无作妙力 寻生救苦 度托群盟 因以和身得度者 极限和身 而未说法 直同月印千江 春欲万会 虽则了无纪律 而富豪不插书 良由彻正为心 圆章自信 悲韵同体 此起无缘 即众生之念 以为心 尽法界之境 以为量 是之 无尽法界 无量众生 闲在菩萨及诏心中 故得云步慈门 波腾悲海 有感及父 无怨不从也 虚知菩萨无心 以众生之心为心 菩萨无境 以众生之境为境 故得有感及通 不谋而易 养由众生心之本体 与菩萨之心 息息相通 以故繁育极大险难 举念即或感应 有菩萨现身 不专现有情深 其山河树木 桥梁船伐 楼台防射 墙壁村落 易随即现 必使 岛绝地者 赴登通渠 无躲避处 得大遮蔽 种种旧户 难尽宣说 无人之心 与菩萨之心 同一体性 无人 由迷背故 仗此心性 起或造业 受诸苦恼 若知 即此起 贪嗔痴之心 即是菩萨 原正戒定慧之心 则起心动念 何一非菩萨 显神通 说妙法乎 念观音名号 大则大应 小则小应 绝无不应之理 只管放开 大胆对人说 比不见感应者 感应之机 有显感显应 敏感明应 敏感显应 显感明应 亦未尝 无感应也 良以菩萨之心 犹如虚空 无所不便 但众生在迷 不生现象 譬如虚空 以物仗之 变成格爱 若穿衣小孔 即得衣小孔之空 穿衣大孔 即得衣大孔之空 若完全撤去障碍之物 则于普寒 万象之虚空 浑合无间宜 是以众生 小杆则小硬 大杆则大硬 若病苦致俱 不能忍受者 当于招募念佛 回向外 专心致志 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现身尘差 寻生救苦 人当危急之际 若能持送礼拜 无不随感而应 急垂慈幼 另托苦恼 而获安乐也 编者静暗 华言会上大事告 善财云 我助此大悲行门 普现一切众生之前 然则无人一言一动 何时何地 而不在大事慈悲身中 特历劫昏迷 如生盲人 日对阳光而不自觉 处于危难 一切尘劳妄想 顿服不起 为求救之一念 如烈火迅发 如急流奔驰 不觉与大事历史相应 而唯为神力 遂具足当前 受用无尽 以上云云 系徐止尽居士 于浦门品后 产阳大事救苦之灵感 最为形容尽致者 特节要复制于此 用增现象 护战时 杂别房舍多成灰烬 独于皈依弟子 夏星陪之寓所 未曾波及 该当战事剧烈时 比全家同念观世音圣号 且最奇异者 战事起后第七日 瞿一家人 始由十九陆军救出 即暂停归家 世中诸物 亦无所失 非菩萨之幼护 何能如此 去供职新闻报馆 已数十年 夫妻均如素 念佛瞬前 是知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欲有灾难 一生圣号 定蒙救护也 或曰 世人千万 灾难贫生 观音菩萨 仅是一人 何能一时 各随其人 而救护之也 即能救护 亦不生其牢矣 殊不知 并非观音处处去救 乃众生心中之观音 救之而 观音圣号 乃现今之大事户 当劝一切人念 若修敬业者 念佛之外 兼念 为发心人 即令专念 以比志在 蒙大事复辟 而消祸耳 但其信心已生 则便再以念佛为主 念观音为助 然念观音 求生西方 亦可如愿耳 念佛念观音 均能消灾免难 平时宜多念佛 少念观音 遇患难 以专念观音 以观音悲心甚切 与此方众生 素缘身故 不可见作此说 便为佛之慈悲 不及观音 学知观音 乃代佛垂慈救苦者 即释迦佛在世时 异常令苦难众生 念观音 况无备凡夫胡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岂有不救苦恶之事 观音菩萨随机世道 岂有不接引生息之理 生息当以信愿为本 若遇危险念观音 有信愿 命中决定生西方 或者专一念弥陀 有苦恶 亦必解脱 旧灾 当以近人能念者 唯有大义 若魔力知天咒 所印虽多 亦难于大节临头使用 以取消 令人念观音圣号 虽三岁孩童 也能念 且勿为知天咒之利益大 念观音之利益小 纵此咒及观音示现 亦当以念观音为事 如信心虽好 不知一法普摄 一切法之治理 即不知要紧之时 欲曰欲妙 如教义云 博学而详说之 将以反说约也 如若知此意 当以光言为智论 禀 明对之习气 念佛欲得一心 必须发真实心 为了生死 不畏得世人 为我真实修行之名 念时必须字字句句 从心而发 从口而出 从耳而入 一句如是 百千万句亦如是 能如是 则妄念无由而起 心佛 自可相弃矣 念佛时不能恳切者 不知娑婆苦 极乐乐耳 若念人生难得 中国难生 佛法难遇 净土法门更为难遇 若不一心念佛 一气不来 定随速生今世之 最重恶业 多三途恶道 常劫受苦 了无出奇 如是 则思地狱苦 发菩提心 菩提心者 自立立他之心也 此心一发 如气受殿 如药加流 其力甚大 而且迅速 其消业障 增福慧 非平常福得 善根之所能比喻也 念佛 要时常做将死 将堕地狱下 则不肯切 亦自肯切 不相应 亦自相应 以不苦心念佛 即是出苦第一妙法 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 念佛 心不归一 由于生死心不切 若作将被水冲火烧 无所救援之想 其将死将堕地狱之想 则心自归一 无须另求妙法 故经中旅云 思地狱苦 发菩提心 此大觉世尊 最切要之开示 其人不肯 真实思想而 地狱之苦 比水火之惨 身无量无边备 而想水冲火烧 则悚然 想地狱则泛然者 一则心力小 不能详细其苦事 一则亲眼见 不觉毛骨悚然而 师父号时 杂念纷飞 此事多知多见 心无正念之现象 与此种 与此种 镜像不限 被专心痛念自己 疆欲命中 唯恐极度恶道 立志念佛 了不起他种念头 久则自可澄清 金性得此大丈夫身 又闻最难闻之净土法门 敢将有限光阴 为声色获利消耗殆尽 令其仍旧虚声浪死 仍负沉沦六道 求出无奇者乎 只需将一个死字 此字好得很 挂到俄炉上 凡不宜贪恋之境现前 则知 此无知 获汤如炭也 则断不至 如飞蛾复火 自取烧身仪 凡愤所应为之事 则知 此无知 出苦此行也 则断不至当仁故让 见义不为已 如是 这沉静 即可作人道之源 岂必 禀绝尘缘 方堪修道乎 人在世间 不能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者 皆由妄念所致 鉴于念佛时 其作以死 未往生想 于念念中 所有世间一切情念 稀皆智之度外 除一句佛号外 无有一念可得 何以能令如此 以我已死已 所有一切妄念 皆用不着 能如是念 必有大意 初心念佛 未到亲政三昧之时 谁能无有妄念 所贵心肠绝兆 不随妄转 欲如两军对垒 必须坚守几支成锅 不令贼兵稍有侵犯 后期贼一发作 即迎敌去打 必使正觉之兵 四面合围 必比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必自聚或灭中 其相帅归降矣 其最要一拙 在主帅 不昏不堕 常时兴兴而已 若一昏舵 不但不能灭贼 反为贼灭 所以念佛之人 不知设心 欲念欲生妄想 若能设心 则妄念 当渐渐轻微 以至于无耳 顾云 学道 犹如守进城 咒防六贼夜心心 将军主帅能行令 不动干戈 定太平 向外持求 不知返照回光 如是学佛 疏难得其实意 孟子曰 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以 如学佛 而不知习心念佛 于儒教 尚未实尊 况佛教 乃真实习心之法乎 其至心 不令外持之味 观世音菩萨 反文文自信 大摄至菩萨 都摄六根 静念相继 金刚经 因无所助 而生其心 不助 色生相畏触法 而行不失 乃至万行 心经 照见五蕴皆空 皆世人 即尽世心之妙法也 若一向专欲博来 非无利益 那业障未消 未得其意 先受其病疑 修行之妖 在于对治 烦恼习气 习气少一分 即功夫近一分 有修行欲利 习气愈发者 乃指之 依事项修持 不知反照回光 刻处己心中之忘情 所致也 当于平时 欲为提防 则欲尽逢源 自可不发 倘平时 试得我此身心 全属幻望 求以我之实体实性 了不可得 既无由我 何有阴静阴人 而生烦恼之事 此乃根本上 最切要之解决方法也 如不能地了我空 当于如来所是 五庭心观 而为对治 五庭心者 以此无法 调停其心 令心安住 不随静转也 所谓多贪 众生不敬观 多称 众生慈悲观 多散 众生 数习观 鱼吃 众生 因缘观 多障 众生 念佛观 在凡夫地 谁无烦恼 须于平时 欲先提防 自然 欲尽逢源 不至足发 纵发 亦能顿起绝照 令其消灭 其烦恼尽 不一而足 举其圣者 为财色 与横逆 术端而已 若知 无异之财 害圣毒蛇 则无 灵财 苟得之烦恼 与人方便 究竟 总归自己前程 则无穷极 患难求救 由习财 而不肯 之烦恼 四则 纵对如花 如玉之貌 常存 弱解 弱媚之心 纵是娼妓 异作事想 生怜悯心 生 肚脱心 则无 见美色 而动欲之烦恼 夫妇相继如宾 视妻室 为相继 祭祖之恩人 不敢当作 彼此行乐之欲俱 则无寻欲灭身 及其不能欲 子不成立之烦恼 子女从小教训 则无忤逆亲心 败坏门风之烦恼 至于恒你一端 需生怜悯心 民彼无知 不予计较 又作自己前生 曾脑海过鼻 今因此故 遂还一素债 生欢喜心 则无恒逆报复之烦恼 然上来所说 乃俯顺出击 若九修大事 能了我空 则无尽烦恼 习化为大光明藏 人苦 人苦 日在烦恼中 尚不知是烦恼 若知是烦恼 则烦恼便消灭疑 心本是佛 有烦恼未除 网作众生 但能使烦恼消灭 本具佛性 自然显现 譬如窃贼 任作家人 则所有家财 惜被比窃 若知是贼 比急逃去 金不练不纯 刀不磨不利 不于烦恼中经历过 一遇烦恼之境 便令心神失所 能适得比 无蛇适利 其发生 老饶心神者 皆无自取 金云 若知我空 谁受傍者 金利之云 若知无我 烦恼和生 古云 万静本贤 唯心自闹 心若不生 静自如如 三丈者 皆烦恼障 业障 暴障 烦恼即无名 一名为祸 即是 于理不明 即贪嗔吃野 忘记各种 不顺理之心念 欲灭各种 不顺理之心念 先须了知 世间一切诸法 其皆是苦 是空 是无常 是无我 是不尽 是贪嗔吃三毒 无油而起疑 业 即由贪嗔吃烦恼之心 所作之杀盗淫等恶事 故名为业 其业已成 则将来必定要受地狱 恶鬼 畜生之三徒恶报也 贪者 渐静 而兴起 爱乐之味 遇见众生 皆由淫欲而生 淫欲由爱而生 若能将自身 他身 从外之内 一一递关 则淡见 够汉剔拓 法毛 爪齿 骨肉浓血 大小便利 臭筒死尸 乌如清澈 谁与此物而生贪爱 贪爱既习 则心地清净 以清净心 念佛名号 如干受和 如白受采 以阴地心 弃果地绝 事半功倍 利益难思 称心 乃速射之习性 今作 我以死想 任彼刀割相图 与我不干 所有不顺心之境 作以死想 则便 无可启称义 此即如来 所传之三昧伐水 谱喜一切 众生之结业者 非光自出心才 望说也 所言称心 乃速是习性 今既知 有损无益 以一切是当前 建议海阔天空之量 容纳之 则现在之宽宏习性 即可转变速生之 贬窄习性 倘不加对质 则称习欲增 其害肥浅 称心义起 愚人无益 愚己有损 轻 亦心亦烦躁 重则 甘目受伤 须令心中 常有一团 太和元气 则疾病消灭 福寿 增重疑 愚痴者 非为权无之事也 乃至世人 于善恶境缘 不知皆是素叶所招 现行所改 妄为 无有因果报应 及前生后世等 一切众生 无有会目 不是直断 便是直长 直断者 为人受父母之气而生 未生之前 本无有物 及其已死 则行 既朽灭 魂 亦飘散 有何前生 及予后世 此方拘虚之辱 多作此说 直长者 为人常为人 畜 常为畜 不知业由心造 行随心转 古有极独之人 现身变蛇 急暴之人 现身变虎 当其业力猛力 尚能变其形体 况死后生前 事随夜迁之转变虎 事以佛说十二因缘 乃贯三世而论 前因必赶后果 后果必有前因 善恶之报 获福之灵 乃属自作自受 非自天降 天不过因其所为 而主之耳 生死循环 无有穷极 欲赴本心 已了生死者 舍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 不可得也 贪嗔痴三 为生死根本 信愿行三 为了生死妙法 欲舍彼三 须修此三 此三得利 彼三自灭疑 所言俗悟纠缠 无法摆脱者 正当纠缠时 但能不随所转 则即纠缠 便是摆脱 如尽照相 向来不去 向去不留 若不知此意 纵令秉除俗悟 欲无事事 仍然 皆散忘心 纠缠坚固 不能洒脱 学道之人 必须素位而行 尽己之分 如是 则终日俗悟纠缠 终日逍遥物外 所谓 一心无助 万静俱闲 六臣不恶 还同正觉者 此之未影 欲令真知显现 当于日用云为 长起绝照 不使一切 为理倾享 战蒙于心 常使其心 虚名洞彻 如静当台 随静应现 但照前进 不随静转 言吃自笔 与我何干 来不预计 去不留恋 若后为理情想 稍有蒙动 即当 言以公志 脚出另进 众生一念 与佛无二 由迷而畏物 则全智慧得相 称烦恼夜苦 心本是一 迷雾书则苦乐意宜 是之一念心性 本是智慧功德海 由烦恼障毙 无智慧照料 则全体称烦恼夜苦海 今以智慧绝照之 则其烦恼夜苦海 呈智慧功德海 故华言经云 一切众生 皆去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正德 若离妄想 则一切智 无爱智 即得现前 心之本体 与佛无二 故佛令人念佛 以佛为得神力之智慧火 烹炼凡夫 夹杂烦恼霍夜之佛心 必比烦恼霍夜 皆惜四散削弱 为留清净纯真之心 方可谓心即佛 佛即心 未到此地位说 不过是其体性而已 若论相 事相 与用 利用 则完全不适宜 念佛 以氧气调神之法 依餐本来面目之法 何以言之 无人之心常识纷乱 若制成念佛 则一切杂念妄想 西皆渐渐消灭 消灭 则心归于一 归一则神气自然冲畅 如不知念佛 希望 其事念之 则觉得心中种种妄念 阶线 若念之久久 自无此种妄念 其最初 绝有妄念者 由于念佛之故 方显得心中之妄念 不念佛则不显 譬如屋中 清净无尘 窗孔中 透尽一线日光 其尘不知有多少 屋中之尘 由日光显 心中之妄 由念佛显 若常念佛 心自清净 孔子 目遥顺周公之道 念念不忘 故见遥于庚 见顺于墙 见周公于梦 此常识意念 与念佛合一 佛与众生之心口 由烦恼获叶制成污染 以南无阿弥陀佛之 弘明圣号 令其心口称念 如染香人 身有香气 念之久久 夜霄智朗 仗尽服从 自心本具之佛性 自可显现 圣人欲天下永太平 人民常安乐 特做大学 以示其法 开章几约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然明德 在人各自聚 由无刻念 省察之功 则明德 被幻望私欲所毙 不能显现 而得受用 其明知之法 在于刻念 刻念之功夫 次第 在于修身 正心 诚意 致之 格物 物者何 即随境所生 不和天理 不顺人情之 幻望私欲 非外物也 由此私欲 固结于心 则所有之鉴 皆随私欲 而成偏邪 如贪民 贪利者 只知有利 不知有害 竭力盈为 或致身败名裂 爱妻 爱子者 只知妻子之好 不知妻子之恶 养成祸胎 或致荡产灭门者 皆由贪与爱之私欲 所致也 若将此不和情侣之私欲 割除静静 则妻子之事事非非自知 名利 之得之以道 不须淫缘妄求已 此物子 先要适得是 幻望不和情侣之私欲 则其割除 乃意意识 否则 尽贫生力 不耐彼合 纵读尽世间书 也只成得一个 依草父母 随波逐浪汉 甚以私欲之物之祸大也 若知此物 使无人生死怨家 绝不令笔 暂存无心 则其心本拒之 正知自显 正知显而易成 心正 身修 顺流而倒 视如破竹 有不其然而染者 人皆可以为遥顺 人皆可以做佛 以一切人民各具名德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其不能为遥顺 不能做佛者 皆由私欲固毙 不愤刻念之功 遂至从节至节 随思欲转 轮回六道 了无出奇 可不哀哉 然专以革制为训 不以因果相辅而倒者 或难奋发大心 立志羞耻也 辱年二十一 能诗能闻 乃素有善根者 然须谦卑字目 不以聪明教人 欲学问广博 欲绝不足 则后来成就 难可测量 明十年光之南京 魏梅孙系汉林 十年六十 魏光曰 佛法某也相信 佛也肯念 师之文超也看过 就是吃不来素 光为 富贵人习气难忘 君欲吃素 其首读文朝中 难寻放生吃书 以七文 先说 生佛心性不二 次说 历劫互为 父母兄弟妻子 眷属互生 互为 冤家对头互杀 次以 泛网 能言 能且经文为证 首读深思 不图不忍识 且不敢时宜 当属数读 自不能吃肉食乙 此戏八月十二日化 至十月 比六十生辰 恐人情有碍 往金山过生日 回家 及尝素仪 世人于衣食共生之物 西之欲备 不知临时识错 而关于身心性灵之事 不但不知欲修 且以人之欲修者为吃 而以己之自治纵情 自行淫沙 为有福 为有志 不知世间 朦胧 阴雅 残废无医之人 与牛马 诸羊 或为人服役 或充人口腹者 皆此种自以为 有福有志之人 所得其福至之 真实好报耳 如既知性情暴力 当时识作 我事事不如人想 众人负我德 亦当作我 负人得享 却自己对一切人 皆有愧作 怯憾无疑 则暴力之气 便无犹生疑 凡暴力之气 皆从傲慢而起 既觉自己处处抱歉 自然气馁心平 不自我慢贡 高以灵人 佛法要义 再无执着心 若欲先 存一子执着 得种种境界利益之心 便含磨胎 若心中空空洞洞 除一句佛外 别无一念可得 则数极有得已 自之路 为引人入魔 至极可恶之魔化 上海罗继同居士 得此路 时应一千本诵人 丁桂桥居士 欲为广布 令继同 继光一包 桂桥自己 作书与光 其为作序 以其广传 光月之 不胜精益 即将原济之书 完全寄予桂桥 集成此书之祸 以初心人 率皆不在一心 制成意念上用功 而常遇见好境界 躺一见此书 以急切之狂妄心 常作此念 必知引起 素逝愿家 未献比锁目之境 几乎一见此境 声大欢喜 愿家随即附体 其人 即丧心病狂 佛意不奈何比 四欲一事 乃取世人之通病 不得忠下之人 被色索弥 即上根之人 若不战精自持 前替再念 则亦难免不被索弥 事关古今来多少出格豪杰 故足为胜为贤 只由打不破此官 反为下语不孝 肩负勇舵恶道者 盖难生疏 能言金云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 淫心不除 尘不可出 学道之人本未出离生死 苟不痛楚此病 则生死断难出离 即念佛法门 虽则待业往生 然若银席固节 则便与佛格 难于感应道交矣 欲绝此祸 莫如见一切女人 皆作亲想愿想不敬想 亲想者 见老者做母想 长者做结想 少者做妹想 幼者做女想 欲心纵盛 断不敢于 母姐妹女边 岂不正念 是一切女人 总是无知母姐妹女 则理智于欲 欲无犹发疑 愿想者 凡见美女 便起爱心 由此爱心 便躲恶道 长劫受苦 不能出离 如是 则所谓 美丽娇媚者 比劫贼虎狼 毒蛇恶些 披霜震毒 列百千倍 于此极大愿家 上游 上游练练着念 岂非 谜中被人 不敬者 美貌动人 只外面一层薄皮耳 若揭去此皮 则不忍建议 骨肉浓血 屎尿毛发 淋漓狼藉 了无一物可恋人爱 但以薄皮所蒙 则望生爱恋 滑平胜分 人不把玩 今此美人之薄皮 不亦滑平 皮内所容 比分更会 何德爱其外皮 而望其皮里之种种会物 慢起妄想忽哉 苟步 占经前提 痛楚此席 则为见其 资质美丽 只爱见入骨 不能自拔 平素如此 与其末后不入女妇 不可得也 入人女妇有可 入处女妇 则将奈何 事已司即 心神经部 然欲于渐进不及染心 去于未见尽时 常做上三种想 则见尽自可 不随境拽 否则纵不见尽 异地人妇缠绵 重被淫欲习气所福 故以认真 抵除恶业习气 方可有自由分 无常为世间人民 十分之中 由色欲直接而死者 有其四分 间接而死者 亦有四分 以由色欲亏损 受别种感触而死 此诸死者 无不推之于命 岂知贪色者之死 皆非其命 本乎命者 乃居心轻真 不贪欲事之人 比贪色者 皆自强其生 何可为之为命乎 至若一命而生 命尽而死者 不过一二分二 由色之天下 多半皆亡死之人 此祸之列 事无有二 亦有不费一钱 不劳为利 而能成至高之德行 想至大之安乐 以子尊以无穷之福音 必来生 得真良之眷属者 其为戒淫乎 夫妇正淫 潜已略说厉害 尽且不论 至于 邪淫之事 无怜无耻 极慧极恶 难以人身 行畜生事 是以业女来奔 妖姬献媚 君子视为 莫大之 祸殃而拒之 必至福耀赵林 皇天眷佑 小人视为 莫大之 幸福而纳之 必至灾心立旨 鬼神诸禄 君子 因祸而得福 小人因祸而加祸 故曰 祸福无门 为人自诏 世人苟于 女色关头 不能彻底看破 则是 以至高之德行 至大之安乐 以及子孙无穷之福音 来生真良之眷属 断送于 恶寝之欢愉也 哀哉 聪明人 罪易犯者为色欲 当常怀见味 切勿烧有 斜望之蒙 若获偶其此念 即想无人一举一动 天地鬼神 诸佛菩萨 无不惜之惜见 人前尚不敢为非 旷于佛天 身淫处 感存 斜笔之念 与心斜笔之适乎 孟子卫 世俗为大 世亲为大 守属为大 守身为大 若不守身 纵能世亲 一直是皮毛 仪式而已 实则即是 见世亲之遗体 其不孝也大矣 故曾子临终 方说 放心无虑之话云 诗云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礼薄冰 而今而后 无之勉夫 未到此时 尚存战兢 曾子且然 况无被凡拥护 凡有愤怒 淫欲 好胜 赌气等念 偶尔蒙动 异作念云 我念佛人 何可起此种心念乎 念起即习 久则凡一切 劳神损身之念 皆无由而起 终日由佛 不思义功德 加持身心 感保不需时日 极见大笑 业障重 贪嗔胜 体弱心阙 但那一心念佛 久之自可 诸其咸欲 普门品味 若有众生 多于淫欲 称惠 愚痴 常念恭敬 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之 念佛一人 但当尽心竭力 无祸一二 则无求不得 丁 论存心利品 念佛之人 必须效养父母 奉使师长 即教我之师 有道德之人 慈心不杀 当吃长素 或吃花素 即未断婚 切勿侵杀 修识善业 急身不行杀生 偷盗 邪淫之事 口不说妄言 其语 两舌 恶口之话 信不起贪欲 称惠 愚痴之念 又需父子子孝 胸有地公 夫和父顺 主人仆忠 克尽己愤 不计他对我之 敬愤与否 我总要尽我之分 能与家庭 给予社会 尽宜尽分 世明善人 善人念佛求生西方 决定临终 既得往生 以其心与佛合 固敢佛词接引他 若虽常念佛 心不一道 或与父母兄弟 妻子儿女 朋友相当 不能尽分 则心与佛辈 便难往生 以自心发生障碍 佛亦无由 垂慈接引也 若境遇不佳者 当作退不响 誓思 誓之甚我者固多 而不如我者 亦付不少 但得不饥不寒 何献大富大贵 乐天之命 随遇而安 如是 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 岂不能转忧苦 做安乐也 若疾病缠绵者 当痛念身为苦本 急生厌礼 力修敬业 誓求往生 诸佛以苦为师 至成佛道 无人当以病为药 诉求处理 须知 拒福凡夫 若无贫穷疾病等苦 将日奔驰于 声色名利之场 而莫知能矣 谁肯于 得意 炫赫之时 回首作未来 沉溺之想护 孟子曰 故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故知天之成就 人者多以逆 而人之 其成天者 以顺受也 然孟子所谓大任 乃世间之爵位 尚需如此忧劳 方可不负天心 何况 无人以博地凡夫 只欲上乘法王决道 下话法界有情 躺步 稍戒挫折于贫病 则繁祸日治 竟也难成 弥媚本心 永伦恶道 尽未来计 求出无奇矣 古得所谓 不禁一番寒彻骨 争得梅花 扑鼻香者 正此之未也 但当至心念佛 以消旧业 断不可起烦躁心 怨天由人 为因果虚幻 佛法不灵 小人之所以 畏为善 而实为恶者 亦为人不我知 不知其不知者 但只凡间凡夫尔 若得道圣人 故了了惜之 而天地鬼神 虽未得道 以报得他心通 亦导了了惜之 旷 声闻 圆觉菩萨诸佛 他心道也 圆见三世 如是诸掌指护 有知者 为己不知 则可耳 己若自知 则天地鬼神 佛菩萨等 无不惜知之 而惜见之意 若知此意 虽暗示漏语之中 不敢待乎 人所不知之地 不敢蒙恶 念使蒙乎引违 罪服判若天约 以天地鬼神 诸佛菩萨共知 纵不知惭愧者 知此意当惭愧 无地宜 旷真修实践之世在 故欲寡其过 先须从 为此诸圣凡息 知息见起 见先者与更强 甚读之于金颖 由是约世间 情见而浅进言之 实则我心 与十方法界 敌体吻合 由我迷故 其知局在于一身 比十方法界圣人 彻正自心 本具之法界藏心 凡法界中 一切有情举心动念 无不亲知亲见 何以故 以同禀真如 自他无二故 若知此意 自能占精涕力 主尽存成 出则勉励希望 久则无妄可得已 恶念 原属妄想 若不绝招 变成实恶 躺能绝招 则妄想灭 而真心献疑 念佛之人 必须事事 长存忠数 心心提防过千 知过必改 见义勇为 方与佛合 如是之人 决定往生 若不如是 则与佛相反 绝难感通 学佛之人 先以之因果 慎毒上下手 既能慎毒 则邪念自消 何之有所不如法处 若有则当 历令断灭 方为真实行吕 否则学在一边 行在一边 知见欲高 行吕跃下 此今学佛 自称通家者之 贴骨大疮 唐能以不二过是其 则学得一分 便得一分之十亿仪 诸恶重善 皆需在心地上论 不专止行之于 于事而已 心地上了不起恶 全体是善 其念佛也 功德胜于常人 百千万倍仪 欲得心地为善无恶 当于一切实处 主尽存成 如面佛天 方可惜弃 心意放纵 诸不如法之念头 随之而起疑 以往之罪 虽至深重 但能至心忏悔 至往修来 以正之见 修习敬业 自立立他 而为治事 则罪账勿消 幸天开朗 故经云 世间有二见耳 一者 自不作罪 二者 坐以能悔 悔之一字 要从心起 心不真悔 说之无益 若不改过千善 则所谓忏悔者 仍是空谈 不得实意 譬如毒方 而不服药 绝无欲病之网 躺了一方服药 自可病欲生安 所患者 立志不坚 一曝时寒 则徒有虚名 毫无实意义 学佛学圣 均以敦伦 尽奋 闲邪存成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为本 又须悲以字幕 韬光前耀 上效古人 功行实践 能如是 则其学其品 便可高出流背 每每聪明人 均属金花铺漏 尖酸刻薄 其心绝无含蓄 其人 非坎坷终身 必少年夭者 反居心行事 必须向后道一边做 后则再服 脖则无福可得 若再加之 以克显奸巧 则便如山峰俊志 任何语则皆不受 任何草木皆不生矣 忠之一字 亦贯万行 人若存心以忠 必能孝亲敬凶 目足信友 金姑虚寡 人名爱物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仪 何也 以忠则不期 不期则尽分 尽分则属以分中事 自必误乎实行 绝无虚印故事 不尽己心己力之余 尽是虽则推倒地制 然须事事讲中 数不至 我诈尔虞 漫无准地 物 凭修持各法 切为修持法门 有二种不同 若障自立修戒定会 以弃断获正真 了生托死者 名为通图法门 若具真信妾愿 持佛名号 以其障佛辞力 往生西方者 名为特别法门 通图全障自立 特别则自立佛力 兼而有之 即有身修定会断获之功 而无真信妾愿念佛求生 亦属自立 经语明 通图如画山水 比一笔一画而建成 特别如照山水 虽数十虫 翁卫封鸾 一照俱俩 又通图如步行登城 强者日不过百十里 特别如城转轮 圣王轮保 一日即可 便达四大不周 无人既无立地 成佛之资格 又无断鉴或任运 不造恶业之实证 若不专修敬业 以其仗佛辞力 待业往生 则恐进未来计 仍在三徒六道中 受生受死 莫有出离也 愿我同仁 贤生正信 且勿为远享一佛 不如远享多佛之功德大 去知阿弥陀佛 是法界藏身 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 阿弥陀佛一佛 全体具足 如地网诸 千诸事于一诸 一诸便于千诸 举一全收 无欠无余 若久修大事 圆境不妨宽广 静越宽 而心越专一 若初心莫学 圆境若宽 则心事粉散 而葬身慧浅 或是启诸摩世 故我佛世尊 其历代诸祖 皆令一心专念 阿弥陀佛者此也 待其念佛德正三昧 则百迁法门 无量妙意 衔接巨足 古人为 一遇大海者 必用百川水 身到韩元殿 不须问长安 可谓最善形容者已 无人心性 与佛同仇 只因迷背 轮回不休 如来慈敏 随即说法 普令韩世 旧路还家 法门虽多 其要为二 曰禅与敬 了脱罪意 禅为自立 敬监佛利 二法相较 敬罪契机 如人渡海 虚障周传 速得道岸 身心坦然 漠视众生 为此堪行 否则危机 劳而难成 发大菩提 生真信愿 毕生坚持 为佛誓念 念极秦望 极念五念 禅教妙意 彻底显现 待至临终 蒙佛接引 只能上品 正无生人 有一秘诀 铠切相告 结成尽敬 妙妙妙妙 编者敬爱 文朝中发挥 禅敬难意 与成敬利益者 连篇累读 攒复丁宁 为此实际 囊括无疑 岂不可谓 持明一法浅进 使之而修观相 观想 实相等法 付四种念佛 为持明最为契机 持之一心不乱 实相妙理 全体显露 西方妙境 彻底圆章 即持明而亲正实相 不做官而彻见西方 持明一法 乃入道之悬门 成佛之捷径 尽人交礼观法 揭不了明 若修观想实相 或者琢磨 弄巧成拙 求生反舵 以修异行之行 自敢至妙之古仪 官虽十六 行者修习 当从 易修者行 或作如来 白豪观 或作 第十三 杂想观 至于九品之观 不过令 人之行 人往生之 前因与后果尔 但其了之极极 正不必特为做官也 官知理不可不知 官知事 则从缓行 若或礼路不清 官境不明 以造心福气求之 或其谋事 即能官境现前 若熏有 旺生喜悦之念 亦即因喜成长 或付 智退前功 故能言云 不作圣心 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其一心持民 以为千吻万当之行 待至心归于一 静静自会现前 作官只举得利者作 何必从头至尾 日日重席 佛知说此十六种者 前则令人知极乐之庄严 后知求平往生 令人知所修之因果 各官既知 即观佛义法中 即可原观诸观耳 观无量受佛兼云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做佛者 为观想佛像 意念佛德 给予佛号 是佛者 为当观想意念之时 佛之向好庄严 福德智慧神通道立 其现于观想意念者之心中 如尽照相 敌体无二 然则心不做佛 则心不是佛 心做三成 则心是三成 心做六道 则心是六道仪 心之本体 如一张白纸 心之作用之善恶因果 如画佛画地狱 各随心线 其本体虽同 其造诣迥异 故曰 为圣网念作狂 为狂克念作圣 无人可不胜于 所念作乎哉 观想意法 非理路明白 观尽熟悉 无造望欲俗之心 有镇定不宜之智者 修之则损多亦少 至于识相念佛 乃一代识教 一切法门通途妙行 如台宗旨观 禅宗参就向上等其事 所谓念自信天真之佛也 如是念时向佛 说之四义 修之正之 实为难中之难 非再来大事 孰能即生亲政 持民一法 乃即是即理 即浅即深 即修即性 即凡心而佛心之 一大法门也 于持民视其当体实相 则其意红身 外持民而专修实相 万中亦难得 一二实证者 能得苏东坡 曾鲁公 陈忠肃 王石鹏等之果报 尤其上焉者 了生托死一事 岂可以至大严大 而成半户灾 佛为九法界众生说 无人何可不自量 而专注于最圣者观乎 帐六八尺 佛已为我被说过疑 下品将度地狱之前 大开持民之法 是观今 仍以持民为罪要之行 无量寿 详说佛事 给予静相 是为一小本修者之要诀 由由此二经 则知小本之文 但涉药耳 是知虽一小本 不得以二本作 不关锦药耳呼之 至于修持 果真至诚 由一瞻一礼 一称明 皆可消无量罪 增无量福 非一定须做莫 修方可耳 心地清静 圣静献前 乃得我固有 何可如平而食金 作极喜颠撞 既有此状 完全是凡情气概 若不省茶 难免琢磨 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 视为万修万人 去之罪 直截稳当法门 必须先要将此法门 之所以然 了然于心 若有余力 再去言参一切经论 各种法门 均可为此法门之注 经济发心念佛 当以心佛相应 生前得一心不乱 欲得一心不乱 再心专注于肯切尔 抱尽登吉的上品为智识 不必求其大彻大悟 民心尽兴也 宗门以开悟为事 静宗以往生为事 开悟而不往生者 百有九十 往生而不开悟者 万无有益 于未得一心前 断断不蒙见佛之念 能得一心 则心与道合 心与佛合 欲见即可顿见 不见亦了无所爱 唐吉欲见佛 心念纷飞 欲见佛之念 固结胸襟 变成修行大病 久之则多生愿佳 成此造妄情享 现作佛身 弃报夙愿 自己心无正见 全体是魔气分 一见变生欢喜 从自魔入心腹 琢磨发狂 虽有活佛 亦莫如之何矣 但能一心 何须预计见佛与否 一心之后 自知脏痞 不见故能功夫上进 即见更加习心专修 断无误会之旧 唯有圣进之意 世间不明理人 稍有修持 便怀月份期望 譬如魔镜 陈构若近 决定光明成露 照天照地 若不支离于魔 而淡望发光 全体构会 若有光声 乃属妖光 非静光也 光孔如不善用心 或致自私善力 退人信心 是以补书所以耳 有明云 但得见弥陀 何仇不开悟 经历其词曰 但其心不乱 不计见不见 知此 当能致力于 心与佛合之道义 观中用功 当以专精不二为主 心果得意 自有不可思议感通 于卫一之前 却不可以造妄心 先求感通 一心之后 定有感通 感通则心更惊疑 所谓民静当台 欲行私应 云云自比 与我何事 心未依 而窃求感通 此即求感通之心 便是修道第一大仗 近来人 美美好高勿胜 稍聪明 便学禅宗 相宗 密宗 多多将念佛 看得无用 彼此知禅家 机语之玄妙 相宗 法相之精为 密宗 微神之广大 而不知禅 重到大彻 大悟地位 若凡或未尽 则依旧生死不了 相宗 不破 尽我法二职 则纵明白 种种名相 如说时 赎宝 就有何意 密宗虽云 现身可以成佛 然 能成者 绝非 博地凡夫之事 凡夫旺生 此想 则琢磨 发狂者 十有八九也 是以必须专制于念佛一门 为千吻万荡之 无上第一法则也 如其天子聪明 不妨研究 性相各宗 仍需以净土法门 而为一归 恕不至有因无果 至以了生托死之妙法 作口头活祭 莫由得其十亿也 必须要主净存成 对金像如对活佛 不敢稍存待户 竖起随己之成大小 而得浅身诸力一眼 至于根基顿着 且专研究净土法门 果真信德己守得定 决定献生了生托死 超凡辱圣 较比深通经论 而不实行净土法门者 其利益 稀斥天地悬殊也 如上所说 无论什么资格 最初先下这一味药 则无论什么邪直谬剑 我慢放肆 高推圣进 下列自居等病 由此一味 阿且陀万病总治之药 无不随手而遇 禅宗美云民心见性 见性成佛 民心见性 乃大彻大悟也 言见性成佛者 以亲见自信天真之佛 名为成佛 乃理及佛 与名字佛也 非福会圆满之究竟佛也 此人 虽悟到极处 亲见佛性 仍是凡夫 不是圣人 若能广修六度 与一切静缘 对质烦恼习气 令其清静无余 此可了生托死 超出三界之外 不在六道之中仪 佛是此种人甚多 唐宋尚有 今则大彻大悟 尚不易得 况烦恼静静者乎 密宗现身成佛 或云即生成佛 此与传宗 见性成佛之话相同 皆称其功夫 战身之位 不可认作真能 现身成佛 须知 现身成佛 为释迦摩尼佛一人也 此外即古佛是现 亦无现身成佛之事 善道和尚 细弥陀化身 有大神通 有大智慧 其红产净土 不上学庙 为在真切平时处 教人羞耻 此于所事 专杂二修 其力无穷 专修 为深夜专礼 凡围绕 急切处 深不放逸皆是 口夜专称 凡宋经咒 能至心回向 亦可明专称 异业专念 如是 则往生西方 万不露一 杂修为兼修 种种法门 回向往生 以心不纯一 故难得意 则百中西得一二 千中西得三四 往生者 此金口成言 千古不亦之铁岸也 每日亮己之力 念佛并持大悲咒 以为自立立他之举 这一切人 皆以信愿念佛 求生西方为确 无论出家在家 却以各尽各人职份为事 令一切人 先做世间闲人善人 恕可 仗佛辞力 超凡入圣 往生西方也 并不语人说 做不到之大话 任人为己为 百不易能之周范僧 此其大略言 他人教人 都在学妙处逐利 光之教人 都在尽奋上指挥 这不能尽奋 纵将禅教一一 穷援彻底 也只成一个三世佛愿而已 况尚无穷援彻底之事故 四些写经一事 且做缓图 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 彭写后神衰 反为障碍矣 身安而后道隆 在凡夫地 不得以法身大赦之苦行 是则是孝 但得一心 法法原备矣 居士及俗修真 随缘尽道 只持一句弥陀 当作本命原臣 抱着惭愧二字 以为入圣阶梯 圣地不厌旅灯 陆席机已开人耳目 臣可谓 为法忘屈者也 然以光于见 似乎可以止步修歇矣 众欲广由 以以神不负以身 弥陀三经华言一步 当作游访路程 名作七宝之中 便游华藏世界 神悦游而身欲见 念欲谱而心欲意 其极也一念不可得 其兆也万得本具足 及兆元荣 真俗不二 时事古今 陷于当年 无边岔海 舍归自新 较笔 披星带月 貌雨冲锋 临身渊而战兢 屡为言而金部者 不斥日劫相悖疑 比见如此 不知居士已为何如 阁下年卫三十 已现衰向 故当舍伯守约 专修敬业 敬业大成 再红语法 数得自立立他之时 否则 虽能立人 亦非究竟 修敬业人 卓不得一点巧 躺祸好奇艳长 必至弄巧成拙 此所以 通宗通教之人 每每不如 愚夫愚妇老实念佛者 唯有实意 若肯守此平淡 朴实家风 则极乐之生 定可欲断 否则不生极乐 亦可欲断于 念佛义法 唯死得下 狂妄之见者 方能得意 任凭志同圣人 当惜置之度外 将此一句佛号 当作本命元臣 誓求往生 重力以此见逼 令其改策 亦不可得 如此方才算是聪明人 方才能得实意 否则由多知多见 不能决疑 凡不如老实 投一无知识者 唯意得意 观来书 可谓发大菩提心 以其自他俱利者 然曰自利心弹 利他心切 以甚有与病 不能自利 断不能大利于他 二者当以不分亲疏为事 然利他 正一愿而已 自利 则必须竭尽心力 则自利一边何可以但 而妄学大菩萨身份也 如洗念金刚经 当以此功德回向往生 即为净土助行 然净土五经 其功德 亦不雅于金刚经 所记之经书 以详阅光所作之序 则其大意可以惜之 在习心 恭敬读之 则无边利益 自可侵得 编者敬案 予于明二十四年秋 由普陀尚书苏州豹国寺印大师 求归一 玄奉父 取法名曰宗敬 并成寺净土五经 吉梦东禅师遗疾等十余种 富含有云金刚经 发明净土之处甚少 每日前颂一遍已够 如于专心念佛外 可将净土五经 川流不惜读之 与至今遵守不感望 一封法师行持虽好 见理多篇 即如念佛四大要诀 其意亦非不善 而措辞理论 只与古德相反 不除妄想 不求一心 全体被谬 经教人一心 比教人不求 夫不除妄想 能依心乎 取法乎上 谨得其中 岂可因不得 而不取法乎 若以不得 而令人不取法 使令人取法乎下矣 大事至于 都舍六根 敬念相继 比吉利教人散心念 不赞扬 设心念 念佛虽一切无碍 虽欲亲政三昧 能静顾好 不能静 亦无法 急动而静 比之以静为邪 为大为 直持名号 义佛念佛之志 其过何可圣言 且念佛一法 原该一带一切法门 而静之一字 尚格其外 其可谓为 静踪真善之事 其二次再版 删去此四大要诀 恕出击不治受病 而通人无由 见俏也 不修身而念佛 亦有利益 与决定往生 则百千万中难得一个 雄俊为公 乃其姓也 所传两句 事而为妾 疑云 至断烦情超苦海 烦即烦恼 乃通知 情 则专止淫欲 立坚信运入廉耻 则确切 于用功法则 皆指出矣 念佛一事 曰献生得利益 必须要至诚恳切常念 若重善根 虽戏完而念一句 亦于后世定有因此善根 而发起羞耻者 故古人大见塔庙 与一切人见之而重善根 此一句佛 在八世田中永久不灭 是知肯念佛固好 不肯念 未必说 比听得佛号 亦重善根 听久 则亦有大功德 十年一法 必其心随弃设 无从散乱 其法之妙 非智莫之 然只可 晨招一用 或招募 即日中三用 再不可多 多则伤弃受病 且不可为此法罪能设心 令其常用 则危害不小 念佛陌生 须视其地其境何如耳 他所处之境地 不以朗念 则只可小声念 即金刚齿 其功德 为在专心致志 因生有属 小烟者 如玉光令辱 圆绝妙心 阔然开悟 此心 乃佛所正之心 极光真净 常得献前 此境 此境 乃佛所居之境 连持愿文 虽有词语 且不可发吃 欲其吉德 若欲吉德 必定琢磨发狂 佛也不能就矣 譬如小儿扶墙而走 上南不跌倒 而欲 飘行长空 遍观四海 岂非梦话 但求往生 其了生死 若欲悟此心 见此境 尚需见修 方能分物分见 若圆物圆见 非成佛不能 敦伦尽愤 闲邪存成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欲学佛道 以托凡俗 若不注重 于此四句 则如无根之木 其其圣茂 无翼之鸟 既其高飞也 正为生死 发菩提心 以身信愿 持佛名号 伯地凡夫 欲于献生 其了生死 若不依此四句 则成无因而欲得果 为众而思收获 万无得利 果能将此八句 通申和丹 决定可以 生入圣贤之欲 莫登极乐之邦 极 免行人努力 人生世间 具足八苦 纵生天上 难免五衰 为西方极乐世界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经允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人命无常 素如电光 大限到来 各不相顾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于此 由不兴物 立修敬业 则与木石无情 同一生长于天地之间仪 有写信汉子 习肯生作走肉行尸 死与草木同府 高推圣静 自处凡愚 欲大景策而不奋发 本圣贤佛祖之道而不肯行 是天赋人也 义人赋天也 人生世间 超生最难 堕落最异 若不往生西方 且莫说人道不足事 即生于天上 福寿甚长 福利一尽 仍旧堕落人间 即三途恶道受苦 不知佛法 则无可如何 经济略小佛法 且可将此一番大利益事 让与别人 自己甘心在六道轮回中 投出头末 永无解脱之日乎 一句佛号 包括一大藏教 庆无不尽 通宗通教之人 方能做真念佛人 而义无所知 义无所能之人 但只口会说话 亦可为真念佛人 去此两种 则真不真 皆在自己努力 依教于否耳 素生陪此惠根 故不容易 堂不于此专精致力 以其亲政 则如胚气味烧 精语则化 光阴短促 人民几何 一气不来 己属后世 为正道人 从物入谜者 万有十千 从物增物者 亦无一二 人令无上法器之坏 将再生之羽 而复为尘土互在 古人云 力行之君子 得一善言 终身受用不尽 不物攻行 纵读尽世间书 予己人无所异 如真龙 得一滴水 可以便于一世间 尼龙 纵泡之水中 也不免丧身之祸 皇后觉之现象 颇与学佛之人 有大利益 无论彼之究竟 是往生 是堕落 且不比论 果念佛人 知彼临终之现象 绝不敢浮游从事于 了生死一法也 观彼之行迹 似乎至成 观彼临终所现之景象 盖平日未曾认真 从心地上用功 并从前或有 令于财 而至人丧命 或令于言 而至人丧命等业之所至也 令于言 至人丧命者 如自知有寇 并知可避之处 以心无慈悲 乐人得祸 故不肯说 此事此心 即犯天地鬼神之怒 故至临终前不能言 而且恶闻念佛等象 然以献一时不死之相 即助念人去 为久则死 此与令财令言 误人性命完全相同 虽不多恶鬼 而其气氛 乃是恶鬼之气氛也 然比或由自己心中忏悔 或由诸人 及儿女之诚恳 虽得减轻 不致直度恶鬼尔 为今之计 必须其儿女 并各眷属念彼之苦 同发自立立人之心 未彼念佛 求佛垂辞 皆引往生 则诚恳果道 往生极可欲断 以父子天性相关 佛心有感极硬 彼眷属若泛泛悠悠从事 则便难以消业障 而蒙皆引也 千军亦法 关系极重 凡念佛人 各须务实客气习气 与人方便 凡可说者 虽与我有仇 亦须未说 令其屈吉而避凶 离苦而得乐 平时侃侃早早 与人说因果报应 生死轮回 并念佛了生死之道 与娇儿女 立太平之机 心如贤侄 与无魔棱 居心可依执鬼神 做事绝不美天理 若到临终 绝无此种可怜可敏之现象 如是则皇后绝 便是诸人之皆引导师也 诸人 竟因彼 而将来可得俱异 彼翼将仗诸人之心力 而灭罪往生也 光此语 非首属两父者 乃决定不期之定论也 念佛不分圣凡 圣指三成 即生文 圆觉 菩萨 凡指六道 即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 但天以乐固 不能念者多 三徒以苦固 不能念者更多 修罗以称固 亦不能念 为人最意念 而富贵之人 便被富贵所迷 聪明人 以聪明米 鱼吃人 以鱼吃米 云云众生 能念佛者 有几人灾 既知此意 当勇猛修持 物质欲念 而不能念 则不负此生 此寓意 云南 张卓先次女出嫁时 叙家送双额 行殿宴礼 笔记放生于 华庭山云七寺 以三年矣 笔二额 每于成婚上殿 做客送时 占殿外严谨观佛 今年四月 雄者先亡 仍不介意 后辞者 不时数日 彼来观佛 唯纳开世 令求往生 不可恋世 虽为念佛数十生 恶绕三扎 两次一拍即死 卓先因作 双白额往生计 亦亦在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称堪作佛 额尚如是 可以人而不如鸟户 古人云 死生亦大矣 可不悲哉 且为徒悲 就有何意 须知生死 大事也 心愿念佛 大法也 既知死之可悲 当于为死之前 修此大法 则死不但无可悲 且大可幸也 何以故 以敬业成熟 仗佛此力 直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超凡入圣 了生托死 得以永离众苦 但受诸乐 见此尽修 直至成佛 而后已也